第228集 如今外界对于叶凡来说更加威胁 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 几家人出现 他料想多半不是为他而来 毕竟都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这一次只要避开就行了 叶凡直接来到了第七层火域深处 临近第八层时他才停下来 前方七彩物思缭绕 看起来祥和而又宁静 第八层火域近在咫尺 恐怖的热量如江水滔滔 直接冲进第七层 像是以天地为铜炉 要炼化世间一切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五彩云眼比七色物思 不过少了两种颜色 但温度相差之举 无法以道理计 五彩云眼已经让他灼热降震了 七色物思更加恐怖 想来就是手持菩提子 也不能随便进入 大人物 一般在第六层与第七层练气 那个老不死的如果进入第七层 我就是拼命 也得进入第八层 希望他止不渝 此起东来去 叶凡真不愿意闯入第八层 他没有一点把握 万一被烧个行神俱灭 那便真的是万事皆空了 就在这时 叶凡感觉震惊无比 他竟听到几声乌鸦的鸣叫 竟是第八层火域传出 惊得他目瞪口呆 第七层火域就能烧尽神力 焚死大人物 第八层已经不可想象 怎么会有乌鸦叫呢 叶凡在第八层边缘绕行 向内探查 七彩雾思缭绕 像是无数微小的彩虹 横管在里面 而且遍地皆是巨石 奇形怪状 形成石林 呱的一声 叶凡再次听到了乌鸦的叫声 如结石裂空 清晰无比 这时 他看到前方有一块巨石 高达百米 如一座小山一般 不祥的声音 正是源于那里 山根处 有一个石洞 叶凡仔细观探 在洞口发现 几根鸟毛 硕硕的黑鱼 这 他真的被惊住了 第八层火域内 有一只活着的乌鸦 他吉林零地打了个冷颤 这非同寻常 大人物也止步于 第七层而已 一只乌鸦 怎么跑到第八层火域内去了 不能招惹呀 叶凡老老实实地退后 找了一片石林 躲藏了起来 前有乌鸦 后有几家大人物 将它夹在了中间 好在 五彩云烟 像是有魔性 什么都可以吞噬 大人物也不敢随意地探出神石 叶凡躲在石林中默默修行 不敢阴火淬炼顶 万一将吉家人惊动 那就麻烦大了 起初的几天 一切都很宁静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直到日后第六层火域内 传来阵阵铿腔之意 响彻天地 叶凡彻底地放下心来 吉家的大人物在此 只是为了练气 与他无关 他有些好奇 不知道对方要练什么样的气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第六层火域内 紫气涌动 赤红色的光滑冲天 让天空都是一片通明 那个老不死的 在练什么东西啊 叶凡感觉很吃惊 前行逆踪 在第七层火域内向外观察 由于距离太远 只能朦朦胧胧的看到 像是一个巨大的铜炉 矗立在那里 真的是铜炉啊 叶凡换了一个位置 彻底看清 一个高足有三十米的巨大铜炉 被紫眼包容 发出铃铃之响 赤红色的光芒 正是从铜炉中冲出的 一个灰衣老人盘坐在一旁 手持一口碧玉扇 不停地扇动 紫火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涌向了铜炉 这个老家伙 不敢以自身为炉来炼气 借助真正的宝炉 再次锻造器物 巨大的铜炉 发出红光 越来越胜利 显化在天空中 形成一艘神舟 赤红如血 像是血液锻造而成 真是好宝贝啊 已经快有成型了 都已显化到了空中 这个老东西 果真不一般 叶凡知道 这艘神舟若是祭脸成功 在刻上积家的深奥道文 绝对非凡 毕竟是大人物祭脸的 强强强的 铜炉内的声响更大了 清晰地传出去数十里 在天地间不断回荡 相对于神舟来说 这件铜炉更是宝贝 叶凡没有敢多看 向回退去 避免被对方发掘 进入第七层火域深处后 叶凡又听到了乌鸦的鸣叫声 若隐若无 似乎很暴躁 他呱呱地叫个不停 到底怎么回事啊 叶凡向前移动脚步 远远地看到了山根处的石洞 那里火焰喷涌 七彩物丝缭绕 一片炙热 在洞口 鸟光朔朔的黑鱼 又多了一些 此外还有一些灰烬 叶凡心中自语 到底是火焰中诞生的精灵 还是一只真正的乌鸦 该死 第八层火域中 那座石洞内镜传出这样两个字 似乎愤怒无比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响一声 火焰洞内 飞出一片碎裂的金属 通体雪白 如羊之鱼一般 叶凡一下子被震住了 这绝对是传说中的神铁 堪称稀释之物 是炼器的极品材料 据说 妖光圣主的武器 都加入过这种神铁 可想而知 它的珍贵 很明显有人在炼器 将神铁炼废了 扔出了洞外 乌鸦精 叶凡凌凌的打了个冷颤 这绝对是一个绝世老妖魔 他当机立断 马上退走 远远的离开 不敢停留 接下来的数日里 第八层火域 不时传出乌鸦的叫声 越来越暴躁 又过了五日 第六层火域 几家大人物的铜炉内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如雷鸣一般在天空中震动 整片火域都清晰可闻 而此刻 第八层火域 山根处的火焰洞内 则传出了气急败坏的叫声 接着 又有几片雪白的神铁被扔了出来 丢在了洞口 气傻我也 七彩物丝汹涌 那座洞内喷出一片赤木的光芒 无尽烈焰涌出 接着一个老道士愤怒的冲了出来 他一身雨衣 乌光硕硕 由黑色的鸟语编织而成 看起来不过五六十岁的样子 很像是一只老乌鸦 何人在炼气 肆无忌惮震动火域 黑鱼老道的声音清晰的传荡了出来 他怒火汹涌 直接冲天而起 向着第六重火域飞去 叶凡心中凌然 他看到一条光 一下子划破了成空 降落在第六重火域中 在第八层火域炼气的妖魔 这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想一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你是何人 几家的大人物似乎在贺问 但是轰隆一声巨响 他后面的话语全部咽了回去 好半天未出言 叶凡虽然看不到 但可以想象 心中吃惊到了极点 那老妖魔绝对是个狠叉子 真不知道要做出何种事情来 那一声 第六层火域爆出一阵恐怖的能量波动 紫气滔天 像是被人打得沸腾了 你为何 这是击家强者的声音 你在此炼气震动火域 让我的神钟废了 给我一个说法 那个老妖魔似乎出离的愤怒 本道人从来不惹是生非 但今日不得不怒 你的神钟废了与我何干 机甲的大人物似乎有些发出 若不是你噪音震天 我怎会炼废 若不是我早先不能出关 早来找你麻烦了 叶凡远远地听着不敢靠近 他怕遭迟鱼之灾 火域乃是无主之地 你凭什么怪在我的头上 我机甲 从来不怕挑衅 你是在提醒我 你是机甲的人吗 老道人 话语森寒 换作别人 我或许还会放过 但是机甲人 叶凡在远处暗暗折舌 这个老妖魔肯定与机甲有怨 哄的一声 第六层火域一下子狂暴了 紫气四溢冲向了四面八方 烈焰腾腾 熊熊燃烧 大人物站起来了 叶凡心惊 但却没有过去 克制冲动 他知道那些人敏锐无比 绝不能靠近 幸好 乌彩乌斯吞噬一切力量 大人物们也无法探寻 不然的话 他恐怕已经被发现了